《山鬼》 山鬼位於重慶南山的後山 它可以看到對面的山 也可以看到長江 還可以看到遠處的城市 房子處於山體懸崖邊上 幾乎是四面全都是玻璃 同體的玻璃房子 16年的夏天 當時我們三個人在山上閒逛 就發現了這個房子 房子當時都爬滿了爬山戶 廢棄了5年 我們三個之前都在重新開清 我們就說我們可以一起來做點事情 拿來做秘書 改造的時候就發現 地基在往下面撐這種滑坡的風險 所以說重新在山底建這種昏泥土的基座 山體掏空了一部分 整個的房子就被鋼管架全部支撐開來 許名山櫃 山櫃有山神的意思 也有山中精靈的意思 我覺得重新人就像生活在大山裡面的精靈 山櫃一共有五層 一層是大廳 富一層是餐廳 富一層是餐廳 二樓三樓是客房 頂樓是一個小花園 重慶的天氣大部分的時候是有霧的 使用大面積的玻璃能夠增強採光 在玻璃的隔熱上面 在表面貼了防曬膜 在室內增加了窗簾 全部使用最大功率的空調 山櫃一共有六間房 每一間房都能夠很好地欣賞到山景 我最喜歡寒地這一間房 剛好將外面的景色和我們房子的主體 框在一個景觀裡 剛好成為一幅很好的畫面 來我們店的女生特別多 都會在這邊選一個很好的店拍照 三樓那個圓框 四樓的樓梯間 現在是很多人打卡了一個店 室內設計是我們自己完成的 重新墜熱的時候 七八月份 平均都在45度以上 工人也無法作業 而我們為了趕工期只能自己親自上 一整個夏天 我們都沒有穿過上衣 我們三個在最開始在修山鬼的時候 都是單身 修完了以後 他們都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 我們的咖啡師 就是從員工到老闆娘 很多人都覺得重新最美的是葉景 可是我覺得重新最美的是它不排外 它的寬容 它的解納程度 它的熱情 我覺得特別地美